《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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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边从唐朝到中亚这一条路呢 对唐朝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线 大量的西方的文明 通过这一条路传进中国来 这个沿着天山 天山的南面跟北面 在唐朝的首都长安这边贵集 经过唐朝的七收发展以后 再进一步攻传 传到东面的这个朝鲜 日本 绿色的都是唐朝 那么这是新罗 传到新罗百纪到日本 形成了东北一样文化圈 同时往南 我们看到南面的发展 已经越过了 今天越南北部 所以唐朝文化 或者说东方文化 在唐朝基本情况 我们今天 经常讲汉字文化圈 讲东方文明 这个文明呢 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汉代不断的有中国文明向外传出去 但是真正定喜唐朝 日本的学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提出了东洋世界 东洋世界呢 这个理论呢 最主要的提倡者 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叫做西岛定生 西岛定生 以及日本史的教授 很著名的石母 前面是姓 上面才是名字 这是影响非常大的两个教授 他们在反思整个东方的文化 认为在古代的东方存在一种核心的文化 这个核心的文化呢 就是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唐朝的文化 所以我在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我们要把眼睛放在唐朝 为什么要放在唐朝呢 因为汉字传播很早就开始了 光是一个汉字 那还只是一个文字的问题 到了唐朝 因为唐朝制度的优越性 和当时东亚所有国家相比 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 我们看到像中书门下上书省 这样一种决策和行政的分离 也就是说在古代体制内最大限度的民主化 决策的科学化 以及整个国家管理的法制化 行律而代表 这一些制度 是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没有办法相比的 因此这些国家呢 要现代化 在当时要发展 就像今天要现代化一样 它只能采用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法律 所以我们就看到像日本 韩国 越南 都是他们自愿主动到唐朝来学习 把这个制度移植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一种文明的移植 它首先是这个移植的国家 它有这种意愿 它主动去移植 不是一种强加外力强迫外国的 在这个方面 唐朝是做得很聪明 唐朝很少你看到它 向外面强制去传播一种文化 而是透过一种文化的比较 让周边的国家感受到它的优越性 主动来向唐朝学习 这样子我们就看着 随着汉字带过去的制度 制度的背后是文化 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种文化的界级 设计合理的制度 在很多国家是不可推行的 比如说美国的制度在美国很合理 到中国行不通 我们看很难行不通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它不一样 所以背后就是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就是汉代以来的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 所以这种儒家的文明 就跟着制度 跟着文字给传过去 特别是文字 文字呢 它解读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字 用字来介绍一整套的道德伦理思想 所以汉字的教育 大概我想到四九年结束了 我们今天教汉字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我们怎么学的呢 我们肯定是从最简单的 笔画最少的学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从什么天啊 上啊 下啊 正啊 这些笔画简单的慢慢的增加 所以我们从小学的就是一种笔画 方块字的笔画 由简路凡 一个一个字的认 认过去 可是古代的文字 不是这么教的 我们说最普通 最低俗的课本 像《三字经》 像《千字文》 一开始天地 这个字一点都不简单 天地还好 玄黄到黄已经很复杂 《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 它每一个字都在告诉你一个意义 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 从哪里来 因为每一个汉字在中国形成汉字 最后归结为六书 是吧 从笔画 字形 字意 字音 怎么来的 这告诉你每一字由来 你就像是在学会一幅漫画 一幅画 跟着它画 很漂亮的画 画出来的一个字就形成了 可是这个字由来的背后 就是一种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中国传统的精神 就告诉你 比如说我们说教育 教育这个字从哪里来 从校来 什么叫做教 教就是要校 校有文 不是只有初级感情的 有文的校 那就是校 这种字在解字的过程中 其实一套的观念就传给你 而这个教学方法是一直延续的 我是延续到49年 我们采用西方的那种原学的教学方法 就把这一套全部取消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读书首先是什么呢 说文 这是说文解字 通过一个一个字去解字 解字最后读懂了一种意义 所以导过来你看清代的学术 怎么做呢 叫做小学 小学是什么呢 训字 每个字的由来 从每个字的由来 历代的变化 就把历代的历史给考出来 是这么一套 那么这个文字 这种意义传报 东方国家去 它也是按照这一套来教的 所以这个呢 你就看在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是不行的 韩国呢 它四五年以后 把汉字取消了 变成它自己创造的那种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形容的 有的像 有的像葡萄 有的像苹果 它那一个呢 就没法解字 就变成一种音 变成一种拼音 拼音它又不采取 罗马式的 你干脆采取 罗马式的拼音 那么西方人也读得懂 它又采用它自己特有的一种 书写方式 所以它现在呢 等于孤悬在世界之外 没人读得懂 而它本身其实很迷茫 韩国人其实是很迷茫 它失去了它自己的根 没有文化 所以你看它 它运名片的时候 都是用汉字运的 但是全国的教科书 全国的报纸是没有汉字的 所以它要学习一套的汉字 这个汉字又不用 不用像我们电脑打多了 字都写不清楚 不要说不用的字 所以它很迷茫 那么我们看这个时期呢 另一个国家 像南面的越南 越南是法国占领的时候 就直接用拼音 把它的汉字改成拼音 虽然它也没有汉字 保留汉字的就是日本 日本做的汉字的词点 水平远远高于中国 我们中国的现代汉 汉语词典 先华词典 不讲字 不讲文化 所以只是告诉你每个字 现代的解释 它整个文化传统 整个文化的意义 历史全部没有 你去读日本人的字典 日本人 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学生 他都有专门为他编的字典 非常全 因为每一本都有讲字 还讲象形 古代怎么画 现在怎么用呢 不一定交的是 你可以去看 所以有的这个传统 我们再看包括朝鲜也好 越南也好 其实它这个汉字文化 一千多年的传统是很难抹掉 韩国不用汉字 但是它的语言的背后都是汉字 再建 韩国人叫做安永哈世哟 安永是什么呢 安永就是安宁 它原来的汉字就写安宁 后面在一个韦池 像瑞语一样的 告别的安宁 往安 安永哈世哟 所以它背后还是汉字 还是汉字 小孩子只会发这个音 不知道这个音是什么意思 而日本它不一样 日本它对汉字的报道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这个东方文明唐朝形成 这强大的制度 把这文明推出去的时候 整套中国的 道德伦理观念 价值观念 跟着就出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一个外语要学好 一定是用本国词典 不会用汉语词典 那你们应该 英语都是过六级以上的人 到这个程度 你读英语肯定不能用什么 英汉词典 双解词典 就应该用本国词典 本国语的词典 你去看它会对字词的解释 像那个美国人编的 韦诗英语词典 那每个词 从拉丁文怎么演变过来都告诉尼通 所以也是兽文解释 所以我们要记住 整个西方近代学术诞生 一个是借鉴理科的实验科 实验科学 第二个就是欧洲的语言考古学 语言考古学跟中国的说文解释 有一脉相通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西方的学术到中国来 能够很迅速的接轨 大家发现原来一样的 因为欧洲的人是通过他的语言 去寻找他拉丁文的字根 去找原古代的意义 中国通过解释去说文 也要把历史给找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文字 一种文字 当你学好的时候 就是一种价值观念 一种社会的文化观念 像烙印一样就烙在你的脑子里 深深地烙进去 你跑都跑不掉 所以今天这个汉字传播的地方 我们今天出去旅游 你去到了日本 什么语言都不需要 为什么他使用汉字 因为日本人又特别仔细 在中国呢 相对来说 上海算是比较仔细的 路标什么还比较清楚 那如果你从东京回来 你就感觉到 上海实在是太粗了 因为上海以外 你到北京 根本那个路标 你就看不清楚了 日本人非常精细 像西苏车站 一百多个口 一百多个口 不会告诉你上面是什么路 有很多人不懂路 大城市很多地方 我知道某个公司 某个商店 某某座楼 什么路我根本就不懂 你告诉我 爬起来这寒郸路 我也不知道寒郸路是哪一条 所以它那个每一个口 给你标得很清楚 上面有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或者什么 有什么商店 什么什么 每个口标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在地下走 比在地面走 更不容易迷路 因为它太清楚了 你想去哪里 都标在上面 每一家店都给你标在那里 很好走 非常清晰 所以在日本呢 你根本不需要任何语言 你不问人都可以 只要你不慌 自己看清楚再走 你哪里都可以走 韩国其实也一样 只不过韩国不使用汉字 造成很多麻烦 但是有最共同的一点 我们走到这些国家 走到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甚至到越南也好 不管他们是亲华的 反华的 你发现骨子里 我们的文化是相通的 相通的 为什么呢 儒家伦理道 一样的整个东方 是以家为核心 以家庭伦理扩大为国家伦理 以家庭伦理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像中国人讲的天地君亲师 到日本也是天地君亲师 到韩国也是天地君亲师 中国呢 四九年以后的革命 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是人的身份的彻底打破 这个打破的彻底 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彻底的 这一点你在中国 你没有出过国 你不一定能理解 你可能觉得在中国 还有很多不见人意的地方 那就这一点你拿到国外去比 中国的身份的平等 是打破的最诚 所以今天你在中国 你要去找什么世家旺族 什么名门 什么高贵学统 通通没有 人与人都是平等 现在大学 咱们这个班牌比较好 报纸这几天在讨论说 大学生逃课 达到百分之九八十七 都不来上课了 是吧 平等 就是你就到日本去 到韩国去 像日本我在好几所大学当教授 2008年在宁治大学当成一流的国立大学 一流的这种实力大学 我都在那里当过教授 而且在那里我开了四门课 两门是中国课 两门是日本课 我给日本人开日本课的课 而不是说给留学生上的课 是给日本人日本学生上的课 所以就完全进入到他大学的体系里面 那你就发现日本的诗道尊严 这种身份的等级 比中国要严格的多 如果再到韩国 韩国我经常去 我就发现韩国比日本还要深严 那么这个彻底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走到那里 为什么呢 我们感觉到的还是东方的人 如果你跑到西方国家去 跑到欧洲去 跑到美国去 他就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 完全不同的为人处事的方法 虽然今天我们也不断的在引进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说去吃饭 吃完饭以后很自然 大家各掏钱包AA字 很能接受 在上海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在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行的 很多地方非常不喜欢上海人 什么AA字你看小气般 我请你吃饭就是我掏钱 你请我就是你掏钱 还什么AA字 这个是典型的西方的一种作用 西方 在日本非常清楚的 我们三夜晚上一起吃饭 大家高高兴兴都去 不过想说我叫的就是我出钱 肯定到处是大家分摊的一分影 所以这种是西方的作用 慢慢在传入东方 那其实东方自己的传统还是非常严格 甚至在日本 在韩国 它保存着中国的传统的道德伦理 比今天的中国保存的还多的多 真是应验的孔子说的那句话 李诗求足也 这个字说出来他们都成了也 其实我觉得中国应该是 今天应该是中国成也 因为这个话不是我骂中国 孔子说的 中国如果没有文明道德 中国将成为新疑敌 孔子说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个道德破坏了以后 我们已经成了也成了新疑 那这一些怎么形成的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唐朝 唐太宗建立着这一套制度 唐朝的制度文明典范摆在那边 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看到一个版图的大 我们还要看到呢 这里形成了一个东方世界 那么这样子从这一点来说呢 西岛定生就对东亚世界有个归纳 这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而应该有一点理论性的归纳 所以东亚世界和西方有什么不同呢 他觉得有四个特点 一 汉字 实用汉字 第二个 他的主流的思想是什么呢 中国应该叫做儒学 但是呢日本把它称为儒教 日语跟汉语 虽然使用相同的汉字 但是汉字的意思不太一样 这一点是一再要强调的 日本人这个日本人的教 并没有中国宗教这种意思 就像日本人的学 不具有中国学科的意义 所以日本人呢 他日语这种是 他日语是一个粘着语 一个语言一个词汇 后面可以粘东西 粘一个尾巴 你爱怎么贴就怎么贴 贴不同的尾巴 就有不同的意义 但这个尾巴不是识词 是虚的 只是赋予这个词有某种意思 这是尾巴 所以他可以贴 像教啊学 其实都是尾巴 都是可以贴的 所以他可以任意的贴 研究复旦 你就可以叫做复旦学 研究人就可以叫做人学 然后呢 某种思想就可以叫做什么教 可是呢 中国的这个日语翻译呢 比英语的翻译水平要低得多 所以呢 有很多学日语的人懒惰 照搬过来 对吧 儒教儒学 这都通了 搬过来 搬过来在中国造成一种混乱 所以我们才看到 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儒教是不是宗教的质量 因为儒教是从日语翻过来的 既然是教 那么有佛教就有儒教 那当然是宗教 怎么不是宗教呢 可是他忘记了这个词是日语 日语的教部既有宗教的意义 所以这个争论到今天还在争论 我认为儒教儒学 在中国应该是儒学 就不是一个宗教 它不是一个宗教 因为宗教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宗教要解决我们死了以后的问题 不是解决我们活着的问题 是用我们死了以后的世界 来改造我们活着的世界 所以它有一个严格的 抵爱跟此案的区别 所以宗教首先是告诉你 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 告诉你两条路 一条上天堂 一条就下第一 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 还是天主教 都一样 就两条路 你自己学的 对吧 你要上天堂 那好好好 今世好好活着 不要做坏事 做了坏事 天堂就去不了 所以是用来事 是吧 以案来规定此案 所以这是一定要有一个 以案世界 以案世界的宗教 有它的教团 仪轨 一整套 成系统的东西 这才叫做宗教 中国的儒家哪有什么 以案世界 弟子问孔子 死了以后去哪里 孔子说 现世我都忙不过来 还没时间想来事 对不对 所以只不与 怪力乱神 所以后来有人把 只不与三个字抽出来 变成一部小说 就从这里来 所以这是一种思想 如学更多的强调的是 就是我们的应该遵循的 伦理道德 以及这种伦理道德 比较规定性的理 这规定性还没强硬到法这个地步 法是带有强制性 理是有一种相当大的 约书信正 甚至是奴教 第三个 宗教有没有有 在东亚世界里面有自己的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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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法律制度 因为他认为唐朝的法律制度太好 对国家的管理 是古代很早就实行法制化管理 这种法制化管理的国家 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帝国 才有可能被人家学习 不然你连法都没有 人家怎么学呢 无所思想 所以你看 罗马帝国也是以罗马法著称 唐帝国也是以唐律著称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 有法律规定的制度 所以这四项是所有国家都学习的 你就可以看到 在整个这种唐朝文化圈里面 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这四个要素 共同 所以具有这四个要素的国家 合起来就形成了东亚世界 我在这个基础上 我同意他的这个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给他补了两个 补了一个什么呢 教育 因为东方的教育呢 有他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点 和整个西方不一样 这个教育是关系到整个东方文化传承 这东方的教育呢 不是说有大学 什么学 这个罗马也有西方也有 中国的学是把这种思想 汉字等等通过教育的形式 把一种价值观念灌输给他 而且中国的学非常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个字 学和习 我们讲学习 这个是整个东方教育的最重要的特点 近代已被阴格了 没有了 所以今天中国没有学习 中国现在只有英武学者 没有学习 为什么呢 这个习字 我曾经大学一年级 那我去讲第一堂课 我去讲 一问同学高考刚上来 学而实习之 不义乐服 那许许多多在座的学生 起来回答 大家都纷纷告诉我 读了书以后要经常复习 我说经常复习 还不义乐服呢 苦得苦得不得了 跑得来复习 还要考试 这中国的习呢 你看 词剑 对吧 交鸟 所以告诉你一个东西 你就要身体力行 古代叫做身体力行 后来理学兴起叫做格物置之 都是讲学和行 要结合要一致 而且所学要在自己身上体现 所以什么是学者的分范 学者的分范 不是你学问多 你读的书多 那是调读诞 少读几本就怎么样 我就觉得不读也可以 为什么非要读那么多书 读一本做一本 所以中国的学 主要的很多像儒学 很多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 伦理报德 报德这个东西 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需要的 可是报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 不是用来要求别人 所以报德拿来要求别人是一种罪恶 不是一种高尚 报德是要求自己的 而我们今天呢 学是没有习 没有这个实践的过程 所以学字学就是调调书带 多读几本书 越多越有学 冤博 两个字就加上去 那所有的学都拿来 不是用来耍小聪明耍嘴皮 这个让人家答不出来 就是拿来要求别人 那自己怎么做 这个不管的 所以这是一个东方的教育 第六个呢 因为这个东方形成了 以唐朝为中心的一种科学的规范 这非常重要 天文 历法 地理 各种技术 包括数学运算 都是中国的规范 所以当只要西方的科学规范 没有进入东方 你看这些东方这些国家 都争处不了中国 因为你整个规范是中国 甚至包括你计算的单位 尺度 度量衡 到整个科学的理论的模式 都是中国的 我强调是科学 我很反对今天把这个学字改成科技 科技是一个技巧的问题 是工匠的问题 我们讲的应该是讲一个科学的问题 都是讲一个工匠的问题 所以形成了一个什么文化的规范 还形成了一种科学创造的规范 两个规范 报德伦理 宗教和科学 这种规范集中起来 在教育里面 形成一种东方教育的系统 很可惜的是 近代 中国被西方打败以后 我们奋起直追 拼命去学西方 这个过程很需要 但是学的过程 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东西都把它抛掉 我们不断的在骂老祖宗 我们先开口去骂老祖宗 中国不好就是因为儒学保守 就是我们老祖宗不好 日日夜夜反复的骂 到今天很想骂 而且骂的一点都不会面红很刺 我听了都觉得面红很刺 我们的老祖宗 他当时在世界上可是顶天立地的 到我们骂他们的时候 我们还从来没有顶天立地过 所以这样子 这个西岛定生提出了一个东亚世界 我也觉得这个 作为一种文明区域 这么一个概念 一种理论 用来解释风况是很好 所以我写的书 就叫做《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我也采用《东亚世界》这个说法 就是说《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通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